百姓 又是凤星期四新一集 又到路線 沒錯 大家看最初的打架也知道我們今天是說什麼 其實我們沒有賣關子 不要錯 賣不了關子 我們一早就開播 就是不說話之前已經大家現在被劇透了 今天就要說些什麼 這就這東西 說一下這件事,這件事發佈了無奈 其實就是昨晚10點鐘官方正式發佈 我們都很幸運借到回來試一下 所以今天立刻跟大家試一下這部機器 開箱也可以的,不過其實開了很久了,因為我無法遷言 我們可以稍後看看Packing有什麼 可以,回覆一下Insta360這個品牌 幾年前都已經開始很專注於360 其實起初也是360的 不過這個系列停了一段時間 大家看過片頭都知道這次我們說是1X2 即是X系列的,長條型的機身 這部X2就是第二代 第一代其實已經是一百年尾的事 都兩年了,差不多兩年了 所以其實中間也不是沒有推出過360的東西 其實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其實它去年也推出過一部叫做EVO的360相機 那個就是兩個四方體對接 對接了就可以拍360的影片 打開它,兩個鏡頭就可以拍到3D的相片和片 其實兩個玩法都很好玩 但是就好像那種 那個Form Vector 可能大家未必是這麼接受 所以就變成今年又出了第二代X系列 說起Form Vector 其實Insta360之前還有出這個 Insta360 One Action Cam 其實它也是有這個 有這個模組的 有這個360模組的 但是好像那隻機就比較專注於 一吋感應器和LiKA合作的一吋感應器 可能當作Action Cam 這個Form Vector 就是Hero GolboHero Golbo的尺寸 所以它出回 我覺得出回 這個One X 就是出第二代 我覺得也有理由的 方便一點的 其實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喂 只是360的Camp 有沒有市場呢 或者是否還值得去做這一部分的 就是出這些相機呢 其實如果你玩樂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次 對於一些Vlogger 或者一些Creator 實際上 我覺得幾方便的 是 怎樣方便呢 不如講一下機 講一下機 講一下機先 因為其實這部機 你看到長條型機身 可以轉轉鏡頭 同時可不可以幫我按一下 我們的虎視角度 你看到也是長條型機身 是 是 是 有兩個前後 各有一個魚眼鏡 就可以拍到360 是 其實這次比上一代 改轉了的地方 其實你看到機身 這個厚度 是比較厚的 是 是 其實為什麼呢 你看到這些USB位 上次第一代的MicroUSB 就是沒有蓋的 外路的 嗯 這次連電池 你看到都很安全的 是 為什麼呢 我們會 等一下我們都會嘗試 因為看到為什麼呢 有個防水的膠邊 是 這個機是可以防水的 這個已經是很大的,這個USB口也是有膠邊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代的One Fix就沒有了 而第二件事就是,它看到魚眼鏡下面的圓形螢幕是比較大的 其實我有第一代在這裏,你應該比較一下,你應該穿了一條橋了 在一個功能介紹的東西上已經穿了一條橋 你看到其實這個,看到大家,這邊左邊的,馬面左邊就是第二代 右邊這個就是第一代,其實這個第一代的螢幕比較小,其實它是單色的 還有第二代這個大圓的螢幕是可以用盡整個螢幕的螢幕 還有它的彩色之餘是一個觸動螢幕 哦,觸控,對,方便啊 其實方便很多,記得第一代有用過 我也有用過,要按鍵 只是單色的螢幕不是可以取得到景色的 是啊,是啊 你拍攝的時候,你怎麼拍到,都會有點靠鼓 是啊,或者又可能要拿一部手機連著去用 才可以取得到景色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剛才也說了,你要用手機才可以即時取得到景色 或者你可以看一看其他的角度 但是這個觸控鏡就可以立刻在這裏 放鏡就可以轉轉轉轉轉,拍攝,360度這樣拍攝 拍攝360度影片的時候,或者取景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在這裏直接,在一部機上的稿 就可以看到,你現在拍到什麼的東西 是啊,真的不用猜猜一下 是啊,猜猜一下那一刻,之前是有點難搞的 雖然360度,基本上是可以拍攝整個周圍的 但是有時候,你也想看看那個畫面的效果是怎樣的 是啊,還有你的鏡頭在這裏做一些設定的東西都很方便 是啊 其實那機身呢 如果這樣對比,我真的覺得按鍵,通常都要按幾個步驟 就會麻煩很多 是啊 就是兩個比較之下 你看到機身其實很搞鬼的 剛才我都說過,這個機身比較厚 但是你看這個尺寸 第二代,這個面積是小過 是啊 小過第一代的 就是機身角高度沒有那麼高 矮一點,窄一點 窄一點,窄丁堆的東西和矮丁堆的東西 但是呢 在這裏就會看到分結 其實也只是覺得厚了一點 厚了一點 其實不是厚很多 如果以鏡頭突出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呢 因為第一代就修圓邊了 因為第二代用了防水 所以其實機身會比較厚一點 但是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雖然機身厚了 但是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拿進去會比較單薄 嗯 這個拿進去其實都可以 穩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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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看看你們怎麼看 另外一件事就是 機身大了另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電池 因為這次電池是1630mAh 對啦 1630mAh 我想你不用讀都知道 但本身那塊電都 因為我第一代是Dummy 但是第一代是1030mAh 沒有比賽 那你見到那個 都差幾遠 所以那個電的頭 那個位置都差幾遠 所以 那當然 按照航力 如果他們計算 如果用5.7K 30fps去拍的話 是拍到大概 好像是80分鐘 因為 比起第一代是多了20分鐘 是 所以 因為那個電大了 亦都令到那個機身厚了 那我就覺得都 和我搭上手 那個感覺不是太差 反而可能因為就是厚了 你拿得很容易 我覺得都接受到 是 都幾好 因為看到防水 膠邊其實都有紋的 都有很多紋 就是 握起來 未必 每一會都會留那些自拍棍 是啊 握得很穩固 很穩固 拍得好一點 它防水 就是IPX8 X8 X8 X8都很高 很高 很高的了 其實就是這樣說 我今天呢 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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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盒水 有些時間的關係 有些時間的關係 就是 立刻準備了一盒水 小小的 我們試一試 有這樣說 先記聲明一下 如果一會兒 過不了的話 我們是手工的 我會留在最低才試 留在最低才試 留在最低才試 就是不要留在這裡 做點手工 就是這樣 好 這樣試一試 不如先放下去 放下去 最喜歡 我要翻個頂 幾個畫面 最喜歡 我在這裡提提大家 用任何防水產品 記得檢查好所有 都要蓋緊 所以我們先檢查 其實你看到四邊 都已經 全都有防水設備 你看到 最主要就是 剛才說過 只有一邊 你先搬開它的水扣 現在就掉下去 掉下去 真的可以立刻收工 大家都 今集節目 我最差勁了 我目的都是想這樣 看到這些交變 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要拿回去 夠電 就有兩個 你看到 不要有紅色 看到有紅色 就實在 USB這個也是 黑了 就實在 實在 好像有一點點 怕不怕 怕不怕 你問我 不怕 很害怕 好 可以了 實在 好 我先開機 先開機 壓力 開機 正在工作 螢幕也蠻漂亮 是啊 我來了 好 我們可以收工 我們 好 好 不是 因為它 最初在水裡 我不可以用到什麼 可以 有看到 有看到 因為它 要鎖的 通常那個鏡頭都是要鎖的 因為有水 就變不了 我們向上高 就會跳到 是不是 動了 但鏡頭有點動了 它就來了 拍了 那邊 沒事 我們說嚴正這個折射 不過沒有帶煲進來 沒有帶煲進來 是啊 好 我們先放下 這樣吧 我們先停水 可以了 證明是不是 沒有 雖然 這裡有5cm水深 雖然幾十秒 這裡有5cm水深 好 拿機就說10米 拿機10米 有個看回 原來它都可以配潛水殼 配完潛水殼就是40米 沒錯 你玩頭潛 或者那些 都加潛水殼呢 那邊有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 這個你拿下去 泳池拍小朋友 或者沙灘拍小朋友 沙灘拍小朋友 沙灘不像你 沙灘 沙灘 如果是鹹水 鹹水就比較差 鹹水就比較害怕 好像不是這樣 泳池那些是OK的 泳池 如果是屋軟的 就OK 是啊 是啊 好啦 我們現在收不到工了 現在 我們繼續說下去 我們繼續說下去 繼續說下去 嘗試了防水 又比較了機身 其實功能上高 老實說 無論他拍片 相片 比如resolution 畫質 其實跟第一代一樣的 但官方就說 因為他用了一些技術 但他也沒有透露過 他用什麼CCD 其實第一代也沒有說的 他就說 比第一代 畫質會好一點 嗯 嗯 這件事 出到來的時候 可能 看片的時候 有些相片 有些視像 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這兩天的 天氣 比較陰沉 變了 可能大家 未必可以作準 因為可以等 好天的話 再試 最好的效果 是怎樣的 就可以看 這樣 那 好 嗯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 大概也試一試 我們看看那個 那個 是 那其實呢 會不會 這樣 會不會 高一點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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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一點 好 應該這樣 應該要示範一下 螢幕的操控 對 應該順手了很多 對 我先戴這個 因為 不用弄到螢幕 防止紋 對 骯髒了 還有那個感應 我用這個 是比自己的手指好 定義 你看到現在螢幕 全平面 這個是一吋的 圓螢幕 因為它用圓螢 好處都是 跟回它的360 那個拍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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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 你看到就是 照這樣轉 是 因為這個是360 影片 那個模式就是 是 那 你可以看到 都是 5.7K 最高 去到30% 另外 可以拍到4K 的影片 去到50 是 3K 100 3K 100 已經算是慢動作 是啊 那 還有3K 的景 那 那個Menu其實都是 跟正常 Insta 3K 和1R 那些是一樣的 就是 你碰一下 就可以在上高拉下來 就有這個Menu 譬如選擇 螢幕的光暗 嗯 那 等等 然後呢 我覺得這樣 直觀操作 是真的會 是啊 方便很多 其實也是現在 應該要這樣做的 應該要 要根本 好 就鎖個Screen 而這盆燈 譬如說 一亮了 就看到 下面這盆燈都會亮 因為 提示燈 如果有時候拍攝不方便 就可以 關掉它 那這個就是Quick Capture Quick Capture 其實就是說 當你關機 都好 你只要按一按 這個拍攝 或者快門 那它就會立刻自己開機 立刻錄完自己關 那 就 不用你再粗心 你不用再 對 你就不用再 按一下 那部機 按Power制 再按個什麼 可以快一點 就立刻拍到東西 嗯 那 都一樣 支援到AirPod 有Voice 控制 其實這次還有就是 這一個 其實因為它機身 這次就有4個米 所以可以收到316個環境聲 變了呢 其實我們也試過 那些視頻 我們也試過 那個收音的聲音 實質很多 嗯 那 也有一個 隨風套 這個 這個 這也很重要 是啊 其他還有一些 比如說 的remote 可以做 可以在這裡設定 另外 這次還可以 就是 Encoding 有H.264 和265 選擇 之前就只有264 是 265 也開始 普及了 壓得比較 這個 file size 應該是可以再熟 但是那個質素 就不會變 另外一些 menu 就可以選擇到 這些 拍攝的功能 暴光 低平衡 等等 那些 下面拉上來 就可以很快地選擇 拍什麼 什麼模式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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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拍片 你就可以在這裡選擇 那 又拉到左 就是 是 可以看到 立刻可以看一些片 不過看片 影片那裡有一些有特效的東西 就未必做得到 是 要在APP上才可以看得到 譬如剛才我們 未開幕的時候說過 那個Stadycam 那些就要在APP上 或者在電腦的Studio 那個軟件上才可以看得到 明白 為什麼 始終下了機 Processing 再高一點才可以處理到 因為其實 玩360 其實我覺得 像你所說 一支東西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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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東西 其實是後製 之後後製可以做到一些很特別的效果 另外就是 除了四面之外 你會看到這裡還有一個360 這個就是選擇模式 這個有150度 這個就是用其中一個攝錄 可能是前五個攝錄的150度 就做了一些Stadycam的模式 這個 它就可以 無論你怎樣移動 這部機 它都會給回水平的畫面來看 其實這個是不是有點像GoPro的一個 GoPro Hero 9 那個叫地平線修正功能 基本上是這部機 轉到某一個角度 輕斜到某一個角度之前 都可以保持水平 這部 是不是 這部 如果是這樣的話 功能就比較厲害 因為你開了之後 其實你這樣拍 這樣拍 可能會計劃我們 這樣拍的時候 我們現在試一試 現在正在錄 現在正在錄 我轉一個圈 其實你看這個螢幕 也是轉了 但是你回到Hack去看 你就會發現 它永遠都是水平的位 但是在這裡看 在這裡看不到 可能它也要停止 所以它要下APP 或者下軟體才可以看得到 這個我覺得 你好像當一個普通的相機這樣用 但是 你又是 亂動亂動都拍到正常畫面 其實它是兼顧了一個 Action Cam的功能 可能你有些場面 不怕收尾的 可能我當你畫出去 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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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在那個板 板前面 對 這樣有Horizont Lock的功能 這樣就可以穩定一些 反轉都不怕 這個CT Cam Mode 有Horizont Lock 你真的轉來轉去 都可以看得到正常的 我想因為是360的 因為360的Camp 可以做到這個 這個真的 很厲害 這次也有回中的功能 右邊的Icon就是回中 轉到幾暖都好 你馬上可以回到前面 或者後面的Camp中間 可能你自拍的 有時候你自拍 想拍到自己 就可以立刻按 這樣就快手也好 嗯 主要功能 大概是這樣 當然了 中間還有很多 我試過 而又覺得比較特別的 這些就介紹給大家 其實呢 有些東西可以配合一些 其他的配件玩的 其實呢 Insta360的Camp 就是360度全景的Camp 有一個很特別的玩法 就是子彈示範 嗯 就是Horizont Lock的玩法 這個好像只有他才有玩 沒錯 是沒錯 因為最獨特 還有最有趣 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最有趣的功能 就是一個比較獨特的表達方式 是看你自己 好像即時升機一樣 轉來轉去 這次呢 就多了一個配件 當然啦 這個要另買 是另買的 是啊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 Bullet Time Cod的東西 Bullet Time Cod 是的 其實呢 這個就有點像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感覺上 就有點像 好像一些奢侈 大塊一點的奢侈 是 那麼 最主要就是 比之前 因為之前就有一個L型的手柄 是不是很長 也很重 是 這一個就方便很多 因為你看到 就是這樣拿這塊東西走 就已經可以了 怎樣玩 其實呢 都很簡單 只要箱下來 就可以用了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 我們這個直播房 就比較小 空間又插窄 是的 我們之前就拍了一段片 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怎樣用這個 是 Bullet Time Cod 這件事 或者麻煩 我們去片 好 好 這個 你看到 是一條繩來的 是一條繩來的 其實是一條繩來的 其實有印象 也有一條一條繩的繩 這樣玩 這樣就箱緊它 你看到 是 剛才 對 其實呢 接著你就 插實 就揍就行了 這個就是奧運的 什麼 點球 點球 很嚴重 很嚴重 這樣就已經 拍到 這個子彈時間 當然 你記得 拼之前 記得在這裡 錄了子彈時間 變成 其實都會有 片頭片尾 可能是 你拼之前的 片頭片尾 都錄了 其實你就要 一樣 要下APP 就可以 裁了它 就可以了 是 很簡單 這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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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 擠棍很多 但問題是方便很多 你這樣 但 有一個問題 你剛才試過 你會不會覺得 沒有擠棍那麼 穩固 穩固 很安全 超華 我告訴你 我第一次 這樣試的時候 我都 心想 會飛出去 我做了所有的事情 才能試這件事 會飛出去呢 如果我試不到東西 我又加不到功課 怕你把頭髮放進去 對 因為剛才我去 去海斌那裡 但是發覺 其實你只要 鑲得實 這條繩 都頗 堅硬 很嚴硬 因為是嚴硬 你見到其實 是 飛虎裡面 可能有些 乖也 用到多少次 我才不敢說 官方沒有說 應該官方沒有說 但我想 你通常見到 如果是 鑲了一部機器之後 它有少許 屁股 不懂得 輸進去 就應該 開始怒化 要換 要換 這件事都挺好玩的 是 那 子彈時間都一樣 照舊 其實都跟之前沒有分別 他們 他們 比較 特別的一個 攝影的方法 是 真的只有它 才能玩 其他機器都做不到 這件事要說少 這件事 其實如果你有第一代的 1X 或者你有1R的360版本 你都可以用這件事去飛 最重要是 鑲實就可以了 鑲實就可以了 鑲實 鑲實 1R會不會鑲實解大 不會 因為有個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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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一個框 整實就可以了 因為上次我們都試過 研究測試 都很穩固 應該是可以的 這件事 如果你有那兩部機器 都可以用得到 嗯 我覺得這個鑲是逼買的 當然要的 不買招棍的話 都要買這個 對 因為你玩這個 其實你都應該會玩子彈的時間 對 就好像浪費了 對 好 因為其實Hardware都講了很多 很多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 就是剛才講過 因為要下一個APP 或者下一個軟件 其實我就試了一些片 那些 不如我們給大家看一些 播一播片 播一播片 大家看看好不好 好 因為就會 嗯 那 因為剛才講過 因為那個天氣關係 你見到比較多昏 不是 多圍又多昏 對 你好像玩小行星那樣 進入了混沌境界 這樣 都挺有感覺 這張頭 現在的畫面也挺有趣 這張頭 中間有感覺 挺有感覺 是嗎 有感覺 尤其是全市中的黑洞 這個 你見到是小行星的玩法 其實都是拍了一張三目人的全景相片 之後 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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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先說多一點 因為這個我不是透露出來的 我就是在軟件上 攝影機拍出來 因為快手 所以 大家不要管這些畫質 因為我是用攝影機拍出來的 嗯 這個就是小行星的360全景相 是 這個是魚眼鏡 當然你可以再移其他位置 不過我會把這個就調整這一張 是 如果老實說 你問我做照片的話 其實那個質素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當然還不至於 你會說DC 甚至是手機 尤其是在比較暗的環境下,可能會比較明顯 這一張就用了HDR,天橋底其實原本是挺暗的,因為是天陰的 但用HDR出來,效果都很光的,又未至於沒有細節 所以沒有HDR,應該遠一邊樹上的比較乾脆脆的樹枝應該無法出現 沒錯,這個純HDR照片不是360,可能因為眼燈的影響 所以你看到橋底會暗小,原本照片是更加暗的 接著這張就是HDR的全景照片,正常常沒什麼特別的 接著這張就另一張,除了剛才那張在海,沒有什麼看 另一張在橋底,也是正常常的 那些光的高光位和暗位都調校得不錯 是呀,都能接受到的不錯了,都算 真的不會很爆 是呀,變成你不需要做好多事情 都可以很快的進一張照片出來 好了,接著就是360拍片,360全景片 不過這個可能是因為我用了AQM,可能會比較適合 這個嗎? 這樣說吧,這個應該不要用這個 我應該用這個 是 你看 這個就是實際上,是不是5K的? 是呀,這個5K的 5K的 我這部是2013年 5K的也是真的挺成為的 是呀,不過這樣說吧 你會看到其實5K,你看到這些 扭的線條位窗這些位置 其實都算實的 所以我覺得它拍出來這個 你說是不是 因為剛才也說過質素,resolution 上一代都一樣 但其實你會看到這些 都會看到其實 比第一代感覺是好一點的 嗯 嗯 我就會覺得它們其實出開一些產品 都頗著重Firmware更新的 Firmware更新之後呢 他們的拍攝、照片、拍照 那些質素都會提升 這方面我覺得 Insta360是做得不錯的 通常都會的 因為其實 一開始的那些版本 可能會差一點點 但是它們一邊緩調下去 就變了一邊這樣 畫質會優化下去 是 這個正在拼的 這個正在拼的 我剛才插了那個 對,就是插著 插著那個 插著那個 就這樣拼 你看到 放心我試了三、四次 沒有失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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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看到你的鏡頭 沒有什麼損傷 沒有什麼花痕 那這個鏡頭 真的挺過癮的 我想我一個人就愚蠢一點 這樣拍攝 如果你一班人在 整班人在一起 看著 一起做個動作 其實就 挺過癮的 是啊 不要看我了 唉,很悶啊 這個 其實還有一些特別的功能 可以說一下 因為其實 要說很多話 不過我自己有玩過 其中一件事 比如說 可能要先下APP 先下APP 這樣 是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要先連回APP 要先連回 因為APP 我真的比較少用 因為我剛才 影片或照片 我全部都是用 Sodio的軟件去做 嗯 那 即是你們機器也有安裝過軟件 是啊 那純粹就直接出發一些東西 沒有做其他東西 沒有 因為它其實 可能是Full Stay那些 穩定那些 它自己預先會剪掉 那其實就變了 即是做了一陣子 做了的了 我再出發出來 所以我通常習慣了 我就用電腦去做 我就少用手機 因為手機都很怕沒有位 所以就變了我通常用電腦 那其實可以說一些東西 就是看到 為什麽有些東西玩的 我自己覺得幾個人一樣 就是那個叫做 時間凝固的那樣東西 那譬如說 我們剛才在Sodio拍的 我們幕後同志 那你想改的 就在這段片 你看到有很多元素 有個速度 是 速度呢 你會看到有個時間凝固 時間凝固 是的 那其實真的很像 凳格 還是怎樣 有點像 什麼 像Tom Cruise那樣 你在這裏 你在哪個位 你去到哪裏 你想哪個停的 你就定在那裏 按一下時間凝固 你看到有個5秒在那裏 是 那你覺得它會停5秒 怎樣呢 停5秒 不趕 那譬如說 我再跳 哦 那其實呢 其實有些行動的話 你就會發覺 譬如說你玩滑蛋 這樣 那它跳到在空中 的時候 你就停了那個5秒 那就是在空中 慢慢慢慢地 展示動作 哦 這樣 即是出來每一格一格 慢慢慢慢慢慢地 一個畫面 有很多人 不是 幾個人都有另外一個玩法 是的 那個也可以做到 這個就是因為身家 我們覺得幾個人 另外還有一個 那我呢 同時可能幫忙 輸回HDMI 哦 輸回HDMI 好 好 那其實呢 你會見到這一個 就是 這個剛才就是 時間凝固 就是這樣做 你可以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可以不止加一個 可以在這條片裏 加很多個都可以 嗯 按一下就可以 是 另外一個 不過剛才說的就是 畫中畫 畫中畫 對啦 畫中畫是怎樣呢 就是你看到 右上角 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畫面 是的 那就是說 你的正常畫面 大畫面 就展示著你自己想要的畫面 是的 那如果畫面 你 就可能可以選自己的樣子 因為你拿著的 是啊 那譬如說 你跑步 你看我跑得很扯的 那你做直播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 或者你這條片 就可以被人看得到 這些特別一點的效果 嗯 真的要把影片 那一格 那一格 的影片 再剪成 一個人和的 是的 其實還有很多 模板的東西 可以玩的 其實都 但是 其實 有一個影分身 剛才說的 同事 我看到就是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 展示片 我去展示他 這些 但是看到 其實你分身這個 你就自己可能 拍了很多個 你自己的出來 是一條 Panorama的影片 裡面 另外一個 我很期待 上市 就是 路人消財 喂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你去旅行 都好 把所有路人夾越頂 沒錯 A字Z都可以 撿走 是的 很厲害 是的 我看過這個 他好像要拍很多張 他説你用三個架 要放在這裡 一段時間播 然後 他也是 把全部撿走 撿走 最後 有一條 片 或是一張照片 就是沒有了路人 哦 不錯 這個比較有些 有些比較宏偉的 景點的時候 又想拍到一張沒有人的 可能就要用這個功能 但是有一個問題 通常你去到這個宏偉景點 你通常想自己漏影 你這樣就可能會連自己都撿起來 有沒有可以A.I.認住自己的樣子 我想可能你是要自己重新上去 也是有這樣的疑惑 但如果說這個功能其實也挺好玩 所以我自己試過 雖然我不是試了很久 因為也挺趕緊的 我也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做一個VR卡 或者做一個創作者 其實這個三龍相機也挺適合 你可能自己 不需要很多人 起碼剛才的畫中畫功能 已經不用兩個鏡頭對著你了 變成這些功能 可能創作者就很有用 多一點玩法 是啊 還有你後製的也有很多東西玩 是啊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但真的還沒試過 而且玩三龍相機真的有很多東西 在後面 在後製 比如說跟拍 畫面 一條片去到哪裏 你就順著去到你想要的畫面 而像這些 深入探索的功能 你一定是 之後在後製 那裏 你就可以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你出片 你就可以 不會只是一個鏡頭 對著 或者兩個鏡頭對著 那你就可以 然後就可以 出來的那條片 就會比較生動 嗯 是啊 這部機 有這麼說 有些 出不逢時 不是生不逢時 為什麼呢 有不可以飛 哦 那不能去旅行 那些景點玩 KOL 對 KOL 那樣去旅行拍 其實跟上次我們說過 Pubcat 2 有不同 Pubcat 2 你可能用來 拍攝小朋友 拍攝寵物 都可以 所以有不同的玩法 對 那就是 價錢 好 對不起 最重要的那件事 忘記了 說完就算 試完 最重要是試一下 人有水 可以的 X2 價錢 港幣3398 3398 3398 那 剛才說的 Bullet Time Code 就158 嗯 其實它有其他配件 不過我們 收到就是這兩樣 那如果 其他配件 它們都有一些 其他配件的 大家可以上去 他們官網 參考一下 嗯 那部機就出了街 就會供貨 有興趣的 就可以 上去 訂一部 是啦 那 剛才說 非去外地 就是玩 拍片 要三位好一點 香港也有 香港有很多地方玩的 但是 所以 上到這個 咬蛇尖頂 那個 但我覺得 現在這個時間 就一定要用路人消除 對 因為真的多人到 想生多人到旺角 是啊 可以試到這個 旺角 是啊 大個勁的旺角 你想想想 多人多到 那個 下個月還有這個 雙子座流生魚 下個月嗎 下個月雙子座流生魚 是不是 我們先拆開話題 我不是的 我最近在YouTube上 看到 日本某個 某個 某個 報社 弄了一個直播 讓我找回 不知道是什麼 座流生魚 什麼座流生群 看一下這個 高達 朝日新聞社 朝日新聞社 他又開了一個Live Cam 他不知道 是有影流生魚 對 影流生魚 對 之前那一次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看一下 哈哈 去影流生魚 又玩過 很棒 你這樣說 就是這個 這個過了 過了 Fick news 他不是說11月 那時候說11月 他寫11月 他寫11月 是要Live 對 10月一派 11月獅子座 他寫11月獅子座 他寫11月獅子座 11月獅子座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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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闻流星宇就是10月,然后11月就是狮子在流星宇 大家可以去YouTube找赵若新闻社 看了就算去了 幸好我们选择流星宇 终于解答到我的问题 就是有两次 就是有两次 好,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下次再见 要再试 实际试了,接着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拜拜